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 B634353DL6723179C0721065C731C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当年KataVAC密兰有多强 那连三个人都防不住他按住 画面移动小窗 当年KataVAC密兰有多强 那连三个人都防不住他 时长约1分54秒 腾讯 在约1月体育 8月29日运讯来昂纳多 加托索 马尔地等多位传奇民宿回归后 卡卡成为又一位回归米兰的传奇球员 据意大利天空体育台消息 当地时间周三卡卡将回到米兰总部实习 之后 她将担任俱乐部的南美区首席球团 帮助俱乐部在南美地区发掘新兴 11年前那个雨夜 卡卡令人心驰沈亡 共和报和米兰体育报此前曾报道 卡卡会在当地时间周三来到米兰总部和米兰之家 这位红黑军团新日功勋求员将进入俱乐部管理层任职 首先 卡卡需先实习几周 了解自己未来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这样卡卡将会对未来有着更明确的想法 意大利天空体育台报道 卡卡在抵达米兰城 后将会跟在莱奥纳多和马尔地尼身旁实习 暂时还不会入职旅行 你没猜测 卡卡未来很可能担任米兰在南美地区的首席球盘 绑住俱乐部在南美地区 无色那些物美教廉的青年裁军 他是米兰期间为止 最后一位世界足球先生 卡卡是期间为止 米兰最后一位世界足球先生 他2003年8月以850万欧元身价由圣保罗转投米兰 在他为米兰效力的6年里 卡卡出战307次 打入104球珠宫65次 尤其2006-07赛季欧挂半决赛 卡卡几乎比一级就立即败曼联 帮助球的稳定胜伯来得悲 未来 卡卡的职词很可能是帮助米兰 发觉像15年前自己那样的超级球员 牛牛 ,橘虎 ,橘虎